你们三个都长大了 应该分端集团的事务了 明天晚上我会在公司的天台 举办集团二十周年的就会 到时候我会跟公司所有的员工宣布 你们三个分别担任一个分公司的经理 三年之后谁做的好 谁就接替我的位置 放心吧妈妈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会努力向妈妈看齐 成为云城商业女皇的 那我就少败家一点 不错不错 咱们三个孩子都长大了 可喜可贺 今天值得开瓶酒 庆祝庆祝 爸 你难道忘了吗 子华对酒精过敏 虽然她不在了 但家里从来不放酒的 妹妹当年是最聪明的 要是她还在的话 肯定是继承临时的最佳人选 当年我这条命就是你就回来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用我的命换你回来 我愿意用我的养 还是要来的 我愿意用我的 不要 你不在意 multiple 自己给我 别人 自己给我 愿意用我的 她说 这边 你不在意 由我 aka 这边 这边 还是算了吧 那个林家的三少爷 是个不讲理的恶霸 你能要得道歉吗 没事 杨阳 就是三少爷叫我来的 而且 七万块钱对林家来说 就是九牛一毛 今天这种场合 他肯定会给我的 走 哟 这不是李瑶吗 穿得这么漂亮 是想在酒宴上 勾当男人吧 这么高级的宴会 怎么李瑶那个 清洁工的老爸也来了 真晦气 他们不是得罪了林山上吗 怎么还敢来这里 是我叫这个清洁工来的 杨阳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老子能看得上 你这种破水果吗 你 这些水果 我们自己都舍不得吃 你竟然把它 你说什么 你不要这样 三少爷 我的七万块 七万块 什么七万块 我叫你们来 是来赔偿我十万块的修车费 对 看清楚了 修车单据 十七万 扣掉你七万的工钱 你还差我十万 你不能这样欺负我们 不能这样 那个 三少爷 这样 这十七万我认了 但是 那七万你先结给我 这钱 我以后打工慢慢还你 主要是 那些工人 他们需要这个钱 给老人做手术 还有的 需要这个钱 给孩子上学 你就行行好 先把这七万给结了 行吗 真善 你说你个连走路都走不好的瘸子 那什么任务的十七万呢 三少爷 您放心 这钱我一定还 如果一年之内还不上 我就卖身卖血还你 卖身卖血 搞那么惨干什么呀 这样吧 我给你个办法 今天晚上 你给我好好住住信 只要我开心了 我马上把七万块钱给你 爸 没有听他的 他肯定都安放信 放心 我不会让他跳楼的 没有危险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怎么可能会说怕不算数呢 那 三少爷 您 是想让我怎么做 很简单 你跪下来 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钻一次 我给你一万块 怎么样 转呀 转呀 快 转呀 快点 快点啊 怎么能这么羞辱我们 钱 只要拿到钱 我就能给想起我 也能给瑶瑶留下一笔钱 好 我钻 那么 你 你 你